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无奈 甚至有的时候半夜都能被噩梦惊醒 活在那种环境里面每一天可以说都是一种煎熬 再次被提拔 他却依然选择辞职 面临了本分和工作的选择 我越来越清楚 传福音才是自己真正的使命 是什么让他放下众人眼中羡慕的工作 为神花费传福音尽本分 抉择背后他有着怎样坎坷的心路历程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走上仕途呢 其实这个跟我小时候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 我爸当村干部的时候因为犯法被抓了 其实这种事在七十年代农村是很丢人的 可以说我是在周围人的绩效中长大的 我妈曾经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争气呀 不能让别人小看怎么讲 当时我妈的这个话就印在我的心里了 所以我小的时候读书特别努力 当时我就立志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改变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 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虽然说也端上铁饭完了 但是离我出人头地的那个目标还是差得挺远的 所以我就脱关系 给县领导送重力 想在政府里面工作 三年以后呢 我就在镇政府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 当时跟着镇长经常出入各种场合 心里面觉得挺风光的 尤其是当我回老家的时候 村长啊 还有那个村里的乡亲呢 对我都特别热情 也特别巴结 然后我家人也跟着沾光了 没几年我们家就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周围的十里八村的人都挺羡慕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很高兴啊 她说自打你当官以后啊 你哥不管到哪儿 见人就说她兄弟是谁在哪儿上班 这么多年了终于能抬起头了 当时我听了我妈这话 我心里面挺感慨的 觉得我们这一家苦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 所以自打那以后 我就更加卖力地工作了 晚上经常是加班熬夜 甚至连周末的时候也顾不上休息 更没时间陪妻子和孩子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信全能神的呢 零八年 不过那时候我只是偶尔聚个会 就是读神的话都很少 因为工作比较忙 是 那段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就连聚会的时候也尽不下心了 当时我事业发展的也挺好的 一方面是领导也赏识 而且周围的同事也都挺看好我 说单位里面只要有提拔的名额 肯定就是我的 我当时也觉得 这正是自己实现人生理想 出人头地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我呢就又努力地工作 又巴结领导 但是 没想到最后 还是输给了一个领导的儿子 比调到了一般的部门 那对你来说是个打击吧 当时心里面挺难受的 我就感觉身边的同事 肯定都在背后议论小瞧我 所以那时候 每天都是精神不振 不愿意见人 就在我特别痛苦的时候 有个弟兄就跟我说 你这次没被提拔 被安排到了一个清闲的部门 表面上看是坏事 但实际上是好事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我也不明白 这怎么能是好事呢 他就跟我说 你看啊 这次如果按照咱们的意愿 被安排到了一个 更重要的部门 有了更高的地位 那欲望也更大了 面临的试探也更多了 天天都在名利地位中挣扎 哪有时间有心思追求真理啊 他说 现在正是神做末世审判工作 来拯救人成全人的关键时刻 那这段宝贵的光阴 如果白白断送了 还怎么能蒙神拯救呢 这次没被提拔 有神的美意 神不忍心看着咱们 继续被撒旦愚弄苦害 或在争鸣夺利勾心斗角中 失去蒙神拯救的机会啊 当时弟兄的这番话就 一下子把我给点醒了 想想确实是 之前我一心只想着 怎么能出人头地 但是一直都静不下心来 好好地信神追求真理 这次挫败 也许在我信神的道路上 还真是一个转机 是 靠人自己是很难胜过 名利地位的试探的 对 尤其那会儿你又是顺风顺水的 心思全在事业上了 是 我现在想想如果 那样下去的 我真的 我只能是越陷越神 后来呢 我就读了一段神的话 来 我来读一下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 作为一个追求爱神的人来说 进入国度做子民 就是你们的真实前途 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人生 谁也比不上你们有福气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不信神的人 都是为肉体活着 为撒旦活着 你们今天是为神活着 是为遵行神的旨意而活着 所以说 你们的人生 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只有这般被神拣选的人 才能活出 最有意义的人生 其余在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也不能活出 像你们这样 有价值 有意义的人生 神的话把什么是 有意义的人生 说得很清楚 但是 想想我自己呢 为名利地位奋斗了几十年 现在虽然说是有点地位了 表面风光 但实际上心里很空虚 在官场里面 可以说 天天都是戴着假面具活着 为了地位 既要巴结领导 又要应对同事 费尽心思地跟人争 跟人斗 又怕被人算计 争名夺利带来的那些痛苦压力 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那时候我就问自己 我为名利地位奋斗劳苦一辈子 到底有什么意义 又有什么价值呢 难道我活着 就是为了风衣族时 人前显赫光宗耀祖吗 那几千年来 那么多地位显赫的人 他们到死的时候 不照样是两手空空吗 沈造人 不是让人扬名立万 为名利地位争斗的 而是让人明白真理 能认识神 能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活出真正人的样式 这样的人生 才有价值有意义 才能萌生称许祝福 认识到这儿 我就向神祷告 我愿意放下名利地位 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这反倒促使你来到神面前 反思自己的人生了 是真的挺感谢神的 我的工作调整了之后 我们所在的那个部门 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忙 正好呢 我就趁这个机会 多读神的话 多装备真理 到周末的时候 我就跟弟兄姊妹 一起聚会啊 传福音啊 心里面就感觉 特别的踏实 而且呢 我也不再跟着同事 去应酬消遣了 对那些什么 跑关系啊 走后门啊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也不那么感兴趣了 这心里就感觉 轻松释放了很多 后来 我又被调到了 拆迁指挥部 亲眼看见了 共产党是怎么 欺压残害老板 这让我对追求适度的事 就看得更淡了一些 怎么回事 能具体说说吗 当时我就是拆迁办的 一个普通的职员 政府经常会 以城市建设的名义 强行要求老百姓搬迁 但赔偿款很低 老百姓肯定不干的 明明是政府领导跟开发商 暗中勾结 从中谋许暴力 压榨老百姓 可政府却偏偏地颠倒黑白地说 是老百姓不愿意搬迁 阻挠城市建设 白天呢 就让我们给那些拆迁户 做思想工作 到晚上就安排人去骚扰 骚扰 对 对 是 是 这种事其实不少 老百姓也斗不过共产党 被逼自杀的也有 对 这种事其实挺普遍的 记得有一次强差 有个老百姓不服 他就到省里上访 结果就被政府的人抓住 一顿暴打 后来就落了个残疾 没多久 连气带病就死了 可领导居然在内部会议上 当着大家的面 笑着说 他这一死 少一个上访的 咱们少扣分了 这底下的人也跟着笑 我当时就觉得 这人怎么能这么心狠手辣 我知道 我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再跟这些人为伍 我绝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 后来我都是尽量地躲开他们 不跟他们混在一起 那平时让你去对付拆迁户 你怎么办呢 如果说 要涉及对老百姓动粗的话 我就尽量地往后躲 或者说是 我到一边去维持秩序 但尽管是我没有 直接参与殴打老百姓 我知道 我还是政府队伍里的人 尤其是当我近距离地 看到那些老百姓 被殴打哀嚎的时候 他们那种无助的眼神 就让我的良心特别地受控告 甚至有的时候 半夜都能被噩梦惊醒 活在那种环境里面 每一天可以说 都是一种煎熬 我感觉这种丧良心的工作 要是再干下去 我迟早都要遭受人的惩罚 所以我就恨不得 赶紧离开那个环境 所以后来 不管领导怎么旁敲射击 或者鼓励我追求仕途 我都不为所动 也不再为了被提拔再去巴结他们 他们想到就这个时候 我反倒被提拔了 做什么呢 到镇纪检办做办公室主任 调到了更重要的部门做负责人 那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大的试探 试探 对 那时候我经常跟着镇的主要领导在一起 出席各种会议 我明显能感觉到周围的同事 还有相信对我更加热情 更加巴结了 我家人呢脸上也跟着沾光 我自己也挺享受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 我又开始蠢蠢欲动 想得到领导的重用和赏识 调任以后 应该也没有以前那么清闲了吧 忽影响你信神尽本分吗 那是肯定的 因为工作更忙了嘛 尤其是当我工作需要外派 或者说要代替领导去外地开会的时候 就会影响聚会尽本分 那这种情况应该不少吧 还真不少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挺纠结的 因为我知道本分是神的托付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而放弃本分 但是我又想到 领导既然能安排我去做这些工作 那说明领导还是挺赏识我的 如果我选择本分 那就得请假 领导肯定不愿意啊 那会不会说我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 以后就不再重用我了呢 所以一时间我挺难做出选择的 于是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能明白神的心意 找到实行的路途 后来我就看了一段神的话 嗯 每件事背后都是一场征战 每一次实行真理 每一次实行爱神 都是一场大的征战 似乎人的肉体平安无事 其实人的内心深处 有一场生死战 经过一场激烈的征战 思前想后最后才分胜负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为人里面有许多存心不对 或神做许多功与你的观念不相合 所以说 在人实行真理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场大的征战 当人实行这一真理之后 背后不知流了多少伤心的泪 最后横下一条心来满足神 因为有征战 人才受了苦 才受了熬炼 这是真实的受苦 当有征战临到的时候 你能真实地站在神一边 就能达到满足神 揣摩着神的话 我知道这是一场征战 是满足神还是满足撒旦 那就看我怎么选择了 想到自己临到事的时候 先考虑的是领导的态度 考虑的是会不会耽误自己的前途 看到自己对名利地位 还是看得太重了 我又想到神为了拯救人类 冒着极大的危险 道成肉身在大红龙国家 发表真理来拯救人类 神为人类献出了全部 无怨无悔 毫无保留 但是看到我自己呢 因为本分需要我 有那么一点撇弃的时候 我就不干了 我这哪有一点良心呢 认识到这儿 我就特别地蒙羞 就向神祷告 愿意放下个人的利益 尽上自己的本分 后来呢 又有好几次 我都面临了本分和工作的选择 虽然说自己也会有软弱 也会有征战 但当最后自己的心愿 一满足神的时候 就看见神处处都为我开辟出路 在领导眼皮子底下 传福音进门分 领导也没有发现 在神的带领下 我越来越清楚 传福音才是自己真正的使命 所以呢 进门分的劲也越来越大了 没多久 我们全家人就都知道了我 信神传福音的事 哦 那他们支持你信神吗 他们都不支持 我妻子是个老师 她也是吃公粮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她不让我信神 她说 你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这么多年 你不是不知道共产党 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 现在到处抓信神的 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你要是再信下去 我们的饭碗还有这个家就全没了 我当时呢就给她见证神 谈信神的意义 我说 现在救世主已经降临了 发表真理来拯救人类 这是千载难逢的蒙神拯救的机会 眼前这些利益也好 地位也好 那都是暂时的 我们跟着共产党走 老想发财致富 能逃脱灾难吗 我说等落在灾难中了 有多少钱都没用 对 我又跟她说 咱们可以看看主耶稣的门徒 马太 人家是个税吏 多好的差事啊 但是人家看见救主耶稣来了 就能赶紧跟随 再说了 老跟着共产党作恶 那是要遭报应受惩罚的 只有跟随末世基督 才能蒙神拯救 那你妻子有没有听进去啊 她对信神的事不感兴趣 怎么说都没用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她反对我信神 但后来呢慢慢看见 我不再跟着同事去吃吃喝喝 常常不着家了 而且生活越来越有规律 有时间陪她和孩子了 有时候我还会跟她一起探讨人生 慢慢的她就不再拦住我了 那你们家其他人呢 都反对你信神吗 对 我岳母一家都反对 当时就有一个也是在政府工作的亲戚 她就劝我说 趁着咱们现在还年轻 应该多考虑考虑怎么能升官发财 让老人小孩都跟着多沾光 这才是真的 她说你信神追求的那些东西 都是虚无缥缈的不现实 我就跟她说 你不信神 你不知道信神追求真理的价值和意义 真理太宝贵了 真理能给人指明人生道路 能捷径人的败坏 让人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这些是用物质的利益没法衡量的 你说的那些物质地位带来的好处 我不是没有享受过 我说你也是体制内的人 你自己说说 你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得着了地位 得着了物质的利益之后 你真感觉幸福吗 你心里面真有踏实平安吗 你亲戚听我说完了之后 他也没话了 可大舅哥呢敢劝不动我 他就生气了 他说你要是再不听劝 万一你信神的事让领导知道了 那丢饭碗了不说 要是被抓那就是人才两空 全家人都跟着你受罪 其他的人呢也是跟着这么说 非要我在他们面前表态 放弃信神 那听他们这么说 你心里挺纠结吧 是 虽然说当时我在他们面前 明确地表态 我要坚持信神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担心 万一我信神的事让领导给知道了 受处分不说 饭碗也丢了 还要被抓作奸人才两空 到时候周围人肯定会弃绝远离我 最后落个身败名裂 那不就什么都没了吗 一想到这儿我又开始征战了 愁得晚上也睡不着 好 看着这眼前舒适的生活 还有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这些迟早要失去的时候 心里就感觉空空的 心里面很难受 是 毕竟是追求了几十年的东西 那你后来是怎么从这种 挣扎痛苦中走出来的呢 在自己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能明白神的心意 后来呢我就看了一段神话 嗯 生在如此污秽之地的人 严重地受到社会的传染 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 受到高等学府的教育 落后的思想 败坏的道德 低略的人生观 卑鄙的处事哲学 毫无价值的生存 低贱的风俗与生活 这些东西 都严重地侵扰着人的心 严重地破坏着人的良心 打击着人的良心 因而 人离神越来越远 人越来越抵挡神 人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毒辣 根本没有一个人 能为神甘心舍弃 没有一个人 能甘心顺服神 更没有一个人 能甘心寻求神的显现 而是在撒旦的泉下 尽情地寻欢作乐 在污泥之地 尽情地败坏着自己的肉体 活在黑暗之中的人 即使听到真理 也无心思去实行 看见神已显现 也无心思去寻求 这样一个堕落的人类 哪有一点拯救的余地呢 这样一个腐朽的人类 成了我的生存法则了 想想自己从小到大 一直把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 当成是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把改变周围人的歧视小看 当作是自己的人生大事 甚至还觉得这是有志气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我就刻骨地读书 工作后呢 为了博得领导的赏识提拔 我就察言观色 溜须拍马 第三吓死 不知赔了多少笑脸 甚至我明知道跟着共产党 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 我还硬着头皮随从 为撒旦效力 活在痛苦不安中 是全能神的话 让我逐渐看清了一些事实真相 也明白了 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心里就变得越来越充实了 可当面临抉择 信神就可能失去工作 失去前途 就可能被人弃绝的时候 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 这些撒旦哲学 对我的影响还是太深了 想做出选择真的很难 太痛苦了 就好像 我不追求地位名利 就是不务正业 甚至是大逆不道 我不甘心失去地位名利 就好像失去了这些就是 失去的生命似的 通过神话的揭示我才知道 第一位名利 就是撒旦捉弄人 苦害人 让人远离神 背叛神的手段 我又想到 有一首神话语是歌里面唱的 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若不因者在神面前的心智 谁还愿意白白地活在这虚空的人世之中呢 何苦来呢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 若不为神做点什么 那不就白火一场吗 若你做得即使在神看不值得一提 那你在死之时 不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吗 这首歌挺激励我的 想想 是啊 人这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十年 如果不能抓住神做工来拯救人的机会 不能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追求得着真理生命 那就会失去蒙神拯救的机会 那不就白活了吗 当时我也想好了 如果我因为信神被共产党抓捕 下在尖里 就是死了我也没有怨言 神给了我做人的机会 我就应该把这条命献给神 认识到这儿 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神哪 我想摆脱大轰隆的辖制捆绑 全时间的为你花费 愿你带领我 加给我信心 能跨出这一步 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件事 促使我尽快离开共产党的体制 当时我还是在纪检办 领导发现了一个党员信教 就安排我去处理 当时领导还咬牙切齿 说要把这个党员弄到派出所里面狠制 虽然说这个事是妥善地处理过去了 但是共产党对待宗教信仰的那种态度 一让我一想起来就心有欲击 当时我就想 共产党这么敌视信仰仇恨基督徒 我早晚是他们整治的对象 这个地方太凶险了 我得赶紧离开 再加上那些年 我一直为共产党歌功颂德 跟着共产党做了不少的恶 如果我继续待在那样的环境里 只能越陷越深万劫不复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我得尽快脱离共产党这个撒旦组织 跟它划清界限 那你辞职的过程还顺利吗 其实挺坎坷的 刚开始我就跟我妻子说了 她一听就急了 说我可以支持你信神 但是不允许你放弃工作 她还把我的哥哥姐姐都叫过来了 他们多数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 就担心我要是被抓了 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前程 当时我大姐直接就跪在我跟前了 拉着我的手就哭 她说 你看你现在的工作多好 工资也高 就是博士研究生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 你怎么能放下这么好的工作不干去信神呢 她还说如果我要坚持信神的话 她就一直跪着不起来 当时我二姐是特别的生气 她说她为了供我念书 一直吃了不少的骨头 直到三十多岁才结的婚 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全家人都跟着沾光了 如果我要是辞职 那就对不起她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大哥呢当时也埋怨我 说我要辞职了 他就享受不到在学校里面 带新修病假的特殊照顾 而且外甥也指望着我给他找工作 说我不能光考虑自己信神 不考虑家人 听你这么说 看到其实你哥跟你姐 都是从小跟你一起苦过来的 对 当时确实很难抉择 是 可以说他们都是我追求仕途的动力 其实当时真的 挺纠结 我知道我要是答应了他们 那他们肯定会满意 但是我一生的使命 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 谁替我完成呢 是 家人是满意了 地位物质的利益是保住了 但是神这么多年在我身上的心血代价 我不思环抱 我哪有脸见神呢 虽然有痛苦有软弱 但我知道是时候该做出角色了 我就跟他们说 钱再多工作再好 能解决虚空痛苦吗 能买来生命吗 那么多有钱有权的人 他们不照样活在痛苦中吗 只有信神追求真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又说 现在救世主已经降临了 发表真理来拯救人类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 转眼之间大灾难就降临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还不信神不向上悔改 等最后落在灾难中后悔就晚了 以前你也给他们传过福音吧 其实以前我没少给他们传福音 他们但是他们害怕共产党抓捕不敢信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非要跟着共产党走 那是灭亡下地狱的路 你们现在还要拉着我跟共产党走 这不是坑我害我吗 我说你们知道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人吗 他们个个都是抵挡神的恶魔 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注定是要遭咒诅的 我说现在灾难越来越大了 你们如果还不信神不向神悔改 注定都是要落在灾难中受惩罚的 我说我信神这几年明白了一些真理 我看清楚了 只有信神才是人生正道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难道你们不希望我好吗 为什么非要逼着我跟着共产党走邪道呢 当时我跟他们说了挺多的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听进去 我心想算了 说也没用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我不干涉 我就选择信神跟神走 就是被抓捕受迫害我也要走到底 你这么说家人什么反应 当时我妻子拉下脸就走了 其他人也不再跟我说什么了 妻子就把我反锁在家里面 然后让大姐夫在家天天就看着我 寸步不离 那不是把你软禁起来了吗 是 一连三天我哪儿都去不了 连本分也耽误了 这心里面就着急啊 但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那时候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为我开辟出路 到了第三天晚上 我爸就打电话过来说我妈不见了 让我大姐夫出去找一找 我这才有机会跟着姐夫一起出门 嗯 在路上 大姐夫就警告我说 你可不能再信了 你哥打电话了 说他明天就过来 你要是再不答应 那就打断你的腿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信了 哎呀 哎呀 当时我听了我姐夫说这话 心里面就一阵酸 我知道 这次如果我再不走 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是 哎呀 真要走的时候 自己心里那一关还真的不好过 看着眼前这些亲人 看着这熟悉的小区 那么舒适的生活 还有令人羡慕的工作 所有的这些 一下子 马上就没有了 就失去了 这心里面还是一阵阵的难受 当时我就想到 我们聚会的时候 常唱的一首神话语诗歌 亚伯拉罕献以撒 你们献过什么 约伯献所有 你们献过什么 多少人为寻求真道而献身 抛头颅洒热血 你们付过这代价吗 当时我就感觉 神好像在面对面的在叩问我 是啊 亚伯拉罕一百岁才得了一个儿子 他都能献上给神 历代那么多的使徒为神的工作 献青春洒热血 而我献过什么呢 就为了这点工作 为了眼前这些不值钱的名利地位 就能痛苦成这样 我对得起神这么多年在我身上的 交官供应吗 再说了 我这么选择是有意义的 是为了尽上自己的本分 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选择本分 那才真的遗憾一辈子 嗯 想到这儿我就有了心智 于是就趁着姐夫上楼的机会 就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神家中 全时间的尽本分了 感谢神 那你做出这样的抉择 有没有后悔过呢 不后悔 相反我很庆幸 怎么说呢 后来我知道我们单位的领导还有同事 因为追求地位钱财 行贿受贿 结果呢 东窗事发 锒铛入狱了 那时候我就很庆幸 自己蒙了神的保守 想想以前 我为了出人头地 也跟着别人 也送过礼 也接受过别人的贿赂 如果我还继续待在那样的环境里的话 真的 我是跟他们一样的下场 嗯 现在虽然说我没有了那个丰厚的待遇 也没有人再高开羡慕了 但是我能在神家中全身心地尽本分 在尽本分中追求真理 做诚实人 这心里面就感觉 特别地充实 而且我感觉这样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 就像那首神话语诗歌里面唱的 你是一个受造之物 礼当敬拜神 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你既是一个人 就应该为神花费 忍受一切痛苦 就你现在受这点苦 你应心里高兴踏实地接受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像约伯一样 像彼得一样 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道 追求进取的人 你们在大红龙国家站立起来 是被神称为意义的人 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是全能神拯救了我 使我有机会能摆脱撒旦的苦害 活入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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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